好 当然年货也是最便宜越吸引人 有人认为大卖场的年货最便宜 有人认为这年货大街才是王道 不过到底哪里才是真正便宜的呢 我们的记者就实际把大卖场跟年货大街的年货比一比 果然发现了有些是比较贵哦 马上带您独家追踪 大卖场办年货 店员热情要或试吃 只是真的像广告说的最便宜最划算吗 店员强调年货商品是限时特价 买完就没有 看看价位一整包鱿鱼片不用一百块就搞定 一大桶瓜子量饭一公斤装也只卖两百五十九块 看起来真的很便宜 但同样的商品其实在年货大街也找得到 那个瓜子怎么卖啊 一斤一百啊 一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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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斤一斤 自己走一趟年货大街来个比较大作战 以同样一百公克计算 大卖场的开心果卖五十二块 年货街只要三十一块 差二十一块最多 年节必备的瓜子也是年货大街比较便宜 鱼片大卖场要六十三块 年货大街只要五十块 便宜了十三块 大卖场糖果卖五十块 也比年货大街贵了整整五块钱 它是一斤的 你是说价钱吗 对啊 对都是一斤的 一斤一百啊 一斤一百 听出来了吗 原来年货大街大多是用金 也就是六百公克当作一个单位 而大卖场则是以一百公克计算 两者单位不同 很难马上算出哪个便宜 但金打细算的婆婆妈妈比过就知道 过年拎嘴该到哪买 大家心中都有答案 这就留意去黄佩儒搞什么的 好